民心港人知德學校正式開學了 我們的一班同學也要馬上開啟 校園的生生活 今天就等我 不,應該是我身邊的這位 來自香港的羅同學 帶我們提前探一下營 沒問題,事不宜遲 GoGoGo 大家見到民心港這三隻子 其實它是我們民心宿舍的名字 大家一起共融、團結 去一起生活 所以我都很期待 在這裡開展新的生活 不錯 這裡的空間也很溫馭 我很喜歡這個設計 就是山人港的設計 很有空間 另外,我們看看這個景 這裡可以近距離見到運動場 有跑道、足球場 聽說還有室內的行溫游泳池 作為面向港澳台橋 和外籍學生的學校 這裡的餐廳提供豐富的餐食 蒸飯、牛扒、港式美食 滿足各地學生的不同口味 餐廳裡還有一輛單車 學生通過運動法力 就可以等炸製機運作了 不錯,自己踩出來特別好 羅益揚說 作為土生土長的香港人 他主動要求來民心學校就讀 不單是因為這裡有好的環境 更是被這裡香港根、中國心、世界觀的辦學宗旨 所吸引 未來,他希望可以在廣科大廣州受讀 這裡的發展是非常好 多些不同省市的交流活動 議員有目標是想來內地這邊發展 在這邊讀大學 所以我想早點來適應一下 他們的子女可以在香港課程 可以無逢銜接 我們盼望透過我們獨有的民心課程 讓我們的小孩子 認識我們自己的國家 作為內地首個十二年制 是港人子弟學校 民心學校今年迎來五百多名新生 招生超過預期